大家都知道林彪不善言谈 很少在家中会客 可是也有例外 1953年居住在北京毛家湾市 他就特意叮嘱过警卫 陶柱 黄永胜 韩仙楚 以及刘亚楼这四人来 不用请示了 直接会见 这四个人有怎样的故事 又与林彪有着怎样的关系 为何能受林彪青睐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有人说 林彪这一生 只与两人谈得来 分别是素玉和老部下陶柱 前者是因为能力 后者则是因为精力 1908年 陶柱出生于湖南齐阳 他十岁辍学 艰难谋生 17岁投身革命奔赴广州 后来加入黄浦军校 参加南昌起义 一路狼烟烽火 可谓乱世英雄 虽然学上的不多 但是他文化素养不差 革命意志也很坚定 1935年在上海革命被捕后 他没有向敌人妥协 反而一边抗争一边研读著作 也难怪性格乐观的他后来 会与人戏言 我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全国抗战爆发后 陶柱被营救出狱 先是被送到湖北 进行青年干部培训 后来又被派到鄂中 开辟革命根据地 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 狠得毛主席认可 抗战胜利后 他被派到了东北成为了林彪的下属 当时的东北大部分都为国民党统治 革命形势相当恶劣 逃住却无拘无畏 一方面 在发动群众 清除当地的土匪恶霸 获得群众的信任 另一方面 他要贯彻组织的指示 进行土地改革 推动根据地建设 在东北工作期间 逃住名气很大 以至于当时军统人员 特意派人前来策反 而当时军统策反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林彪 另外一个就是陶住 当时负责策反的 是林彪和陶住的黄浦同学李明秋 后来李明秋的确在 四平街的一个村庄里 见到了林彪 不过林彪一眼 就看穿了他的来意 并没有与他多说 据说 当时林彪就说了一句话 来了便不要走了 然后就找来了陶住 给他们二人彼此介绍了一下 然后就匆匆离开 之后接待李明秋的工作 就完全交给了陶住 有趣的是 李明秋非但没能策反陶住 反而被他套出了不少消息 而林彪与陶住之所以关系好 有一部分原因是相处的时间久 但更多的是因为两人性格相合 也都不爱抽烟喝酒 建国之后 陶住一度被任命为副总理 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家事务 除了陶住之外 黄永胜也算是林彪比较信任的一位老下属 1910年 黄永胜出生于湖北咸宁 由于家乡革命风潮涌起 他17岁孤身奔赴武昌参与革命 当时加入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同年就参与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 部队向南转移 黄永胜跟随众人到达湖南 又与毛主席一同进行了秋收起义 三晚改编中 他同样也坚定地跟随着毛主席 再后来 林彪开始在我军中展露头角 黄永胜也被调到了他的麾下 开始征战 两人本就是老乡 性格上也比较相近 所以林彪对黄永胜也颇为重视 林彪主战东北的时候 黄永胜就是他手下的一员干将 在林彪的领导下 黄永胜先后参与了四平战役 三下江南战役 辽审战役以及平津战役等等 总的来讲 黄永胜在林彪解放东北的过程中 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林彪也颇为倚重他 后来四眼南下作战 广西剿匪的过程中 黄永胜都算先锋 很多人说 其实他的军事才能是不逊色于 许室友 韩仙楚等人的 新中国成立后 黄永胜更得林彪重用 先是被委派在南方 历任13兵团司令员 15兵团司令员等职务 然后又参与了一些地方党政工作 成为了地方党政领导 再加上林彪早年曾经受过伤 身体不太好 长期都在养病 因此当时他负责的华南地区 也基本都是黄永胜在管理 1955年 黄永胜本人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而在57位开国上将 他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因为过去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打仗 没当过一天的政治主管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由此可见他的战功 同样经历传奇 并且和林彪关系密切的 还有韩仙楚 他早年是个灭将 我来参与革命一路 走到了开国上将的位置 功绩彪秉 令人钦佩 更了不起的是 他始终不为初心 一直在为人民事业奔走 为建设国家努力 1913年 韩仙楚出生于湖北黄安 金鸿安 由于家境贫困 他早早辍学当了放牛娃 后来为了维持生计 还曾去当过灭将 直到1927年末 黄马起义爆发 他才逐步参与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 他就已经大放一惨 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做到了师长 全国抗战中 他更是锋芒毕露 参与开辟 进击于抗日根据地 掀起了当地的反扫荡动争 再后来 解放战争爆发 韩仙楚被调到东北隶属林彪管辖 由于他在秋季攻势中的优异表现 一举摘得了旋风司令的美称 与前面两位不同 韩仙楚的性格与林彪相差较远 不过由于他具备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会 所以林彪仍旧对他颇为认可 抗美援朝之时 林彪因并未曾参加 而韩仙楚却亲自坐镇38军 再次在朝鲜战场上为38军摘得了万岁军的荣耀 说起来 这个名号还和梁兴初有很大的关系 在抗美援朝之初 因为38军军长梁兴初没按时完成任务 彭德怀曾对其严厉批评 之后为了让38军可以发挥出真正实力 梁兴初特意与38军一起 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 第二次战役中 38军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 赶在了全机械化的美军前 成功穿插三所里与龙园里 抢占松鼓风 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军 彭德怀在嘉奖殿的最后亲笔写下第38军万岁 后来彭德怀还亲自评价 这是光荣的军队 是万岁军 韩仙楚则是十分谦逊 志愿军都是万岁军 这是大家的荣誉 由此就能看出韩仙楚荣汝不惊 很讲原则 而后来他在中央会议上 为邓小平说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还因此与许室友被评为了军中两霸 一时去谈 有人讲 韩仙楚和林彪的关系并不好 两人之间甚至还有矛盾 因为辽沈战役一书中 就对林彪有过一些批评 不过 光靠这本书里的内容 来论证这一点是有些片面的 因为这本书在1988年才发表 而此时 韩仙楚已经去世了 因此并不能说书中内容 都是他个人观点 除此之外 书中也详细记载了林彪 对东北战局的几次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 韩仙楚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做了评判 并不涉及多少私人情感 其实 他的这种精神特点 早在当初解放海南岛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展现了 彼时 海南岛有敌人的重兵盘踞 再加上海浪滔滔 以至于个别人滋生了其他的想法 在这个关键时刻 是韩仙楚帮助大家 克服了为难情绪 鼓励大家继续斗争下去 过去我们打得赢 如今我们也可以 革命远没有结束 要大家共同努力 而韩仙楚的胸怀坦荡 素来都是以革命与国家为先 在主持福建省工作时 有一些人因为反对他的工作 而受到了审查 韩仙楚却明确站出来表示 喊打倒韩仙楚的不能算错误 如此豁达 充分展现了一名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而这一点也值得我们 共同为之学习 只有像韩仙楚一样 始终谦虚谨慎 借交借造 才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上述三人选 也都与林彪关系密切 但要论及私交 他们都要比两人差上不少 这两人一个是左权 另一个就是刘亚楼 其中左权在1942年牺牲了 因此只剩下刘亚楼 被林彪引为挚友 林彪与刘亚楼的初始 应该是在1930年 当时红军进行整编 两人都在红四军 此后的革命生涯里 两人长期为伴 长征的时候 林彪是军团长 刘亚楼在他手下当师政委 抵达陕北过后 林彪成为了红军大学校长 而刘亚楼则是训练部长和教育长 直到林彪去前线抗日 刘亚楼去苏联求学 两人才分别了几年 后来刘亚楼学成归来后 被分配到东北战场 再次成为了林彪的战友 而刘亚楼的才能 也是得到林彪认可的 他曾表示 一个刘亚楼顶三个参谋长 纵观刘亚楼36年军旅生涯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在跟林彪搭档 相处的时间久了 关系自然亲近不少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两人性格互补 开头也提到 林彪性格孤僻 冷静如铁 而刘亚楼则恰恰相反 他性格活泼 如火焰一般热情 而且急功好义 直来直去 被称作雷功 旁人可能以为 刘亚楼和林彪相处不来 可实际上两人私交甚度 林彪在给刘亚楼的信中 还曾明确提到 你我情同手足 是共患难的朋友 刘亚楼当初之所以 会被选去苏联留学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林彪推举 后来刘亚楼学成归来 罗戎桓和林彪又共同推荐 他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 第一参谋长 刘亚楼和罗戎桓的关系且不谈 他与林彪的交际之深 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能作为佐证 那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 刘亚楼常管林彪的家事 就连林彪夫妻吵架 刘亚楼都能劝一劝 而林彪也听他的劝告 俗话说的好交险切记延伸 能谈家事本身就证明交情深厚 更不用说后来刘亚楼病重 林彪还特意从苏州赶往上海 多次前去探望了 要说与林彪私交 刘亚楼当属第一 只是他原则性也很强 讲究公司分明 所以他和林彪的交情十分单纯 虽然刘亚楼在战争年代 也贡献卓著 但是他最为人称道的 还是建设空军 凭借着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的思想指导 刘亚楼带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以至于人们都说是他引领我们迈向世界空中强国 唯独让人感到惋惜的一点是 刘亚楼在1965年5月7日就去世了 年仅55岁 在他的葬礼上 国家重要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比如说周总理 邓小平 以及朱德等等 只是毛主席当时身在井冈山 没能够参加 众人追悼之际 现场哽咽一片 就连周总理都沉痛地说道 千军易德 易江南球 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 纵观刘亚楼等四人 说道贡献其实个个都值得称道 而他们之所以受到林彪认可 甚至令眼青睐 其实主要也还是因为能力与作为 诸位将军虽然都已逝去 但是他们的故事仍在流传 也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些故事中 有所收获 取其精华 更上层楼 弃其糟粕 加以自警 望大家以此共勉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